出生于桃园2002年定居花莲的创意画家 诺石阿宝 受到松原别馆的邀请 从即日起展出了活着的想象 若石阿宝各展 这一次的展览 若石阿宝运用了多重的美材 展现平面和立体的艺术才华 借由作品展现出 花冬环境在创作的心境改变 从即日起一起展出到8月30号 也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出生于桃园2002年定居花莲的创意画家 诺石阿宝 受到松原别馆邀请 展出活着的想象 若石阿宝各展 在4月下午举行开幕查会 曾经就读机械科的诺石阿宝表示 以前就喜欢涂鸦创作 因此在创作里有许多几何棱棱角角的发挥 也表示许多创作的灵感 都来自身边的另一半 我跟画符的缘分就是从小涂鸦 我念的是机械 所以我的创作里面有很多黎情绳角角 因为我画机械枕足而坏 所以我用了很多的纪录 这一些其实也代表我的创作的那种肆調方式 創作當中其實都跟另外一半說不了關係 所以每一個人的創作 如果他是妙師還是妙師 我們的中原的館長也特別知道 其實我就是很喜歡剪東西 然後再做拼拼透透 那常常會發現其實從小在玩一個積木演繹的原因 而說你剪完東西 就是很容易就是用小時候在玩積木的那種方式 會去拼收一些新的真理出來 定居在花蓮這些年 諾斯阿寶除了在畫布石頭上作畫 也有些立體的木製作品與石材作品 這些多樣隨機的媒材多是他撿來的 不論是平面或者立體 每件作品都有著諾斯阿寶在花東創作新進改變的紀錄 對焰的痕跡 那一張是用完出來的 就是我先顏色之後用襪刀去刮那個痕跡 刮完之後再用痕跡上面的一些脈絡 然後去勾編出來 然後就出來睡覺的痕跡 然後會特別會介紹這一張 就是在創作當中有時候完 完比有目的性的創作 從常還會有更加的一種精心感 那像這展身也是喔 他們說來自於不同的家族 像這是電風扇 我把這個當作開關 然後這個是路邊選的鐵條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宅館的那個 顏色他們的那個坎燈 然後再做一些組合 然後再包包我自己也很喜歡做木頭的東西 所以就會把木頭也把它加進來 活著的想像 諾斯拉寶各展即日起展出自8月30日 歡迎民眾前往松原別館2樓欣賞 記者蔣邦彥華林氏報導 發生什麼